给了暴女和卢西安 和他们上一场的BP是一样的 第三个的话 他们之前是搬到了大树 但这场的话 他们是在蓝色方 看看是谁时 暴女卢西安全时搬掉 DP这边搬掉了小炮 雅索跟基兰 DP这边也是一模一样 和上一次的对抗是一模一样 一般一选还是拿到牛头 而这边我们看一下DP 其实三星外的这边的话 看来他们上路的选人 是一个就怎么讲的 性格稍且稳重的一位选手 基本上他是为队伍考虑 我先拿一个最强的再说 至于剩下要玩花的 你们去玩吧 我就负责静静静静静静静的 做一头老牛更好钱就可以了 到目前为止 他确实是 又是用了一个新的英雄 那就是四场用了不同的 他用过大树 牛头 汤狼 这场又再加上一个瑞兹 瑞兹和王僧 两个英雄点的话 还是蛮好配合的 连三星外的打野 和AD AD确定了 拿的是飞机 AD拿了飞机 而打野取用一个螳螂 前两手选人都还是 比较版本强势的英雄 但是这个飞机的话 飞机现在使用率 已经不是那么高了 依然是可以移用 就选择了一个爆发性比较强的AD 而且也是把对方卢西安给绊掉了 我看一下最后的 接下来两选DP这里会选择什么 布隆的话最近比赛里 似乎是没有一场上场过 这其实也是让一些玩家有点奇怪 为什么国内很火的布隆 在这里的话 登场有点少 可是这两天以来 第一次的布隆上场 最近大家就是用风女 更加频繁 对的 风女和纳美 就是出场率在这两天 出场率最高的辅助 不过 IMP的酷奇 就是飞机 IMP的这个飞机 他在夏季赛里面 这么多场比赛里面 他总共只选了两次 两次呢 虽然有一次赢了 但是其实成绩并不是特别的出色 跟他其他角色比起来 他使用飞机的时候 不管是成功的杀人数 还是助攻数 都是偏低的 而且死亡数还增加了 这个版本的话 应该来讲的话 奥巴马和小炮 肯定是更好用的 而飞机不是一个很强势的ADC 那就像我们赛前预料的一样 他选到了一个 呃 不是算现在特别常规的 而且也是 这边是确定了某个英雄吗 我们看 纳尔吗 纳尔真的是要入纳尔吗 换了赠送欢迎的小Timo 都是萌武 一个是老代萌武 现在是新代萌武 新老萌武 哎呀 真的没意思 你说你倒是让观众 就换回来了 哎 欢呼了那么久 结果 让观众期待了好久 最后 观众很郁闷 好 所以最后角色确定的是 牛头卡 达兹克 飞机 杰以及珍娜 这算是一个比较正统的阵容了 相对于昨天来讲的话 他们今天打的可能是更加的 呃 更加的认真 以及阵容选的更加正统了一点点 而DP这边最后一选 如果说要拿杰斯的话 杰斯中度打劫其实不太好打啊 小鱼人 对 要用小鱼人吗 小鱼人打劫的话 应该说还不错 而且DP这边还是选到了 AD的EZ 对 不过两支队伍的实力杀取 肯定是相当大的 所以哪怕阵容上来讲 DP这边这种感觉还是挺好的 不过恐怕他们这场比赛也是胸多几手 好 DP这边这种也是完全确定了 瑞兹 芒生 小鱼人 EZ 还有布隆 对 我想问一下教练了 为什么布隆在这次的S4里面 会这么少的出场 他不是一个 就是盾很厉害 他又比较肉 他又能帮 就是AD扛的一个辅助吗 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是现在 大家觉得布隆线上打得有点被动 就这个Q技能在对线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大家 布隆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 这个Q技能配合 剑上攻击频率比较快 或者像奥巴尔这种 两段普攻的英雄会很厉害 但现在大家发现 剑练在高水平的对线里面 你这个Q技能很难命中对面 你想命中的人 你扔不到AD的情况下 你去打对面辅助 在AD换血过程中是挺吃亏的 所以其实布隆现在对线 不是一个很强势的英雄 是的 而且布隆基本上就是 比较偏向于打一套 现在的话 大家比较喜欢用纳美 或者是风女这种远程的辅助 站得也比较远 也不太容易 让你先手到你上前来 他们也有反打技能 像风女和纳美 都是非常好的反打 可能是在对面选择锤时的时候 才会有点考虑一下选择布隆 所以保护AD的辅助 目前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又回到了这个趋势 就是我越能保护AD 这个辅助的出现的场次 跟几率也是越大 是的 因为现在我们都说 S4是一个打野的时代 所以如果AD能从谋得越久 打野只要抓到机会 是更能帮助队伍取得胜利的 好 比赛开始 看一下召唤时的技能方面 似乎也没有特别奇葩的地方 两边还是中规中矩 小云这边出门选择戴了布甲 这样的话 还是有一点点续节的爆发 看一下这边前期 应该是开战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小的 但他作为一个刺客 也不像发条那样 能够中单带一个虚弱 或者什么的来反制 他肯定还是得选择点人 这场的话 Porn中路节打小云人 其实主要还是看个人能力 因为这两个英雄都是技能 都可以躲对面技能 所以很多时候 主要是看一个能力的上的对抗 这点上我相信 Porn肯定是对自己很有自信 好 坐了眼 上头防御一下对手入侵野区 三千块的到处拼命在拼点 叫队友去看一下 那边有什么 这边有什么 看起来就是是正常对线 对 似乎是没有什么 起热点 对方选择了英雄的话 我觉得三千块的也不太 不太可能会主动换线 这边DP比较 因为虽然说DP他们几乎都拿不同的英雄 但是对DP的中路来说 就是小云人是他 这第四场前三场比较 他这还是都是拿比较属于 就是法术型AP的一种 像是比较远程一点的 像什么发条啊 这边已经两分钟了 他这波消耗的话 英普这波被打等于说亏了一瓶血 对 这个其实有点伤 还是会对对线稍微有点影响的 好 这边一个篮开 我们看看他会不会选择去 他刚才可能打的真的也是有点太放松了 这边的话布龙其实前期这个Q真的还是蛮准的 但无奈EZ这个英雄前期还是现在有点弱了 哇 这个一下子把小云人打的只剩下三分之一血 这边鱼人应该是一级没有升级异技能 那这样的话在影子释放了身边又被对面抢二级的情况下 这一套打的实在是太伤了 感觉中路就是实际上相对比较弱了一点 在带了布甲的这种比较防御的情况下 第一套还是被打伤了 这个就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实际上相对来说比较弱 对对的Nero来说他这四场比赛 就是第一次使用这种比较刺客角的英雄 他前三场也不是使用这样的刺客角的英雄 这样的话杰中路已经是打得很开心 看上去布甲武红好像就是防御性面对杰的时候压力会比较小 但实际上这五个英雄喝起来是非常快的 默奕直接走这波漂亮 刚才如果被Dandy减速挂上的话 这一跳你最后一定会被打出闪现 所以唠唠实实先默奕再说 而且他们下路是被对方推线的 对方下路能够更快的支援过来 所以这波他们肯定也是没有拼的资本 赶紧跑是最好的 约上来打一套 所以看一下一技能已经交掉了 但上路这边的话就牛头的补刀现在是输于瑞兹的 而且瑞兹是领先不少 对 前期的时候确实在等级低的情况下 牛头拿瑞兹也没有好办法 因为他等级低的时候没什么攻击力 而且两个打也很早就遭遇到了 这一波上得不错 但这里的话也是可以回头反打一下对面的布鲁 所以对方去干 这个瑞兹去推线 当时推的也是没有什么压力 这里看看会不会利用闪线Q进行一波干 闪线Q上了 然后撞回了瑞兹 完了 这里瑞兹再见 瑞兹再跳过来一套追杀肯定死 但是中路盲森这边 中路这边没有打起来 这里的话 螳螂和牛头会很默契 这里瑞兹完全没有想到牛头闪线上 所以刚才这个位置已经离他很近了 而且螳螂这个反蹲 就这道处语就显得很公式化 非常好 中路盲森 去上盲森也是到中路想要帮忙小鱼人打一下 就是小胖哥一波 但是没有打成 仅仅是打出了结的一个W 盲森和鱼人因为都没有定身 没有晕嘛 所以想杀掉这个结还是很困难的 线上打结的话 就是至少你要有一个空 下路这边可以看到其实GP算是比较积极进攻的 但他们每次进攻都是自己残血败信而归 盲森中午吸了一波经验倒是不错 这样的话盲森到流速度应该还会蛮快的 而瑞兹死了之后相对来说打牛头 他应该就不至于那么放肆了 之前却是压得太凶了一点 但是上一波的话瑞兹是把自己的闪现给交过了的 一个WA 感觉Dandy是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还是在持续的往上靠 Dandy已经盯着这个瑞兹 抓机会的能力是很强 这里瑞兹感觉又要死了 我们看一下瑞兹 就在这个时候瑞兹意识好像发挥了点作用 我们看看似乎觉察到自己有危险 这个走位像是觉察到自己有危险的样子 这里照过来的话应该有点难杀 单靠一个堂当杀还不一定够 我们看看到塔下他不敢进去 因为W还在手上进去要死 刚刚瑞兹突然就是本来很紧的往前冲 他不知道没有眼 这里这波减速挂上效果很不错 我看瑞兹如果W中的话 唐龙也可能要死了 还差一下 蒙森能否跟上一个Q 没有中 蒙森没有交闪 而这边唐龙也是没有交闪 两个人技能还是扣得比较死的 这里的话中路愚人这波打得不错 而且现在感觉上愚人可能也是快要到六 但是你可以看到 杰现在已经是出了一个小的瘀魔刀了 杰已经到六了 而鱼人这边还差一点点 跳到这边 马塔帮忙挡一下伤害 这里马塔血线有点残 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危险 治疗术还在手里呢 闪现也在 这波的话可以继续火拼 看一下三星怎么打 马塔交掉自己闪现 而这边的话飞机现在状态还不错 追着对面的AD狂点 准备杀辅助吗 这里的话一个飞风没有吹动 很可惜 螳螂这里抓到一个残血的虾子 这里虾的血线很低 被交叉到的闪现 螳螂要不要闪现一追上 我觉得伤害差了一点点 应该不够 没有上 王三刚才这个血线的话 至少要打出两轮技能 两下Q 但是他已经是跑回塔下 有队友能够W了 这个时候就是 把他打掉一个闪现就够了 结果下路又发生交战 而这边飞机的蓝不多了 这样的话 三星是没有取得更多的进展 对 因为Mata两次吹风 都没有命中对手 所以也没有 就是没有办法 给Input增加更多的机会 Danny这波处理得漂亮 在压走瞎子之后 知道他肯定回家了 我这边可以选择抢一下 你的红BUFF 瑞兹过来放了个眼 但是看到 看到的话身后 可是有牛头和杰的呀 本来杰这边是 一开始准备不帮忙了 感觉没有危险 准备回家了 但这个时候瑞兹放了那个眼 就是让杰回来又帮忙了一下 而且牛头也走过来了 支援得非常快 瑞兹上路的位置 有点突浅 这里螳螂和牛头 如果出来的话 他是不是有点危险 一会儿看一看 感觉螳螂和牛头在埋伏他 Danny今天是盯上上路就对了 对 因为上路牛头 是配合干个特别容易的一个英雄 而且瑞兹是一个 很容易杀的英雄 这里的话已经上来了 上来挂一下W的减速 牛头把它撞到墙上 先撞墙A一下 再Q起来A一下 牛头大招扛塔 扛得漂亮再见 好 这个 上DP上单就是已经被击撒了第二次了 待会儿呢 牛头在线上会更舒服了 不过这边DP直接选择了打小龙 这波选择倒是很果断也很成熟 同时对方下路也是回城了嘛 这个是打小龙的时间也抓得非常好 DP趁着三星这边 两个人已经是回家的情况下 两个再上一个回城 很快速地打这条小龙 所以三星这波小龙也是没骚扰到 对 瑞兹总算是没有白死 而这里过来骚扰一下 他们回城也是非常的阴险 小燕你们有发现 今天的DP跟昨天的DP好像有一点不一样了 至少在小龙上 他们已经取得了一个进展 就打的还是蛮果断的 但风女这边一定是 还好这次没有打断 差一点点时间 要不然就是第二次打断 他们回城了 但是打小龙也就是PVE上取得了进展 PVP上现在还没有进账 至少还要再拆个塔或杀个人什么 至少有进步 有进步就是一件好事 而且他们今天打的是比较 他们自己都比较积极 每一路都很积极 不得不说这条龙的话 应该说他们今天的精神面貌是有所改观 昨天真的实在是太怂了 今天是好很多 而这种小鱼人几次上来强打的话 感觉他面对杰的时候呢 也是挺有自信的 是的 但是只不过这种次这个补刀 我就觉得好像差点有点夸张 他一直在被杰压血线 大概就差30刀 他上来压几次杰的血线 压得也还好 但这个补刀差的也太多了 大概就差30刀嘛 差的也太多了 而下路这个补刀 也是二十几刀 上路倒是领先一点 个人能力上 中下差距就是更加明显 而且其实上路这个 瑞兹还是常常被抓 上来有点猛打 这里的话伤害好像差一点 但看一下上路 这边瑞兹的话是有闪现了 唐龙又过来骚扰一波 在路人里面已经要打字骂人了 这个怎么玩 为什么对面的唐龙一直来 瑞兹这个英雄 其实已经流行蛮久了 因为他到后期确实是伤害太爆炸了 但前期他还真不是很难抓 对 以前在瑞兹非常流行的时候 大家都说他很难发育起来 就是因为他很容易前期被跃躺 是 你不要给他发 就是发育的机会 因为他只要到后期起来 是非常一个可怕的存在 所以我前期就是往死里抓 我让你讲都讲不起来就好了 好 这波大招配合一个Q技能 空中被打了下来 漂亮 这里感觉唐龙还有点危险 但愚人这里没有和瞎子配合上 芒僧没有交出技能 这样的话愚人反而是被收掉 芒僧这里的话就感觉 和愚人两个人配合有点不好 如果说这里芒僧能早一点到位 或者愚人晚一点点上的话 都是能够把唐龙留住击杀的 打了唐龙一套之后 看到杰过来就有一点想跑 但那个时候他已经残血了 刚才唐龙在空中的时候 是被一个炸鱼的大招给咬了下来 这里其实已经有点危险 在将来闪现之后 这里愚人是没有闪现 所以没办法去追上去 芒僧毕竟还是刚才有点距离 下路现在已经暴躁起来了 看到人上来就是一套打 知道你EZ比较弱 这里不能感觉是要被打死了 还差一点点血 还差一点点血 要不要抗塔墙上了 没有伤 刚才如果说风与抗塔墙上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杀的 因为对面这条数是已经没有了 布隆还有个虚弱 或许是考虑到这个虚弱没上 而且就算是不杀吧 把他们已经打回家 这波并先推进去 他们又是损失了一波经验 因为下路的补刀数已经差两倍 也是亏很多了 他们算是对面一上线就被打回家了 对 每次一上线就被打回家 不讲道理上来就A你 但阿东说飞机是一个前期比较强势的一个ADC 所以硬朴拿这个是不是也有这个想法 就是我一开始就拼命的要跟你火拼啊 这个真的是个挺暴躁的AD了 主要还是实力差距太大 如果换一个强势点的 就玩得更好一点的AD的话 应该也不至于被打成这样 这确实太惨了一点 哇 这个一套伤害真的夸张啊 唐狼从河道走过来啊 有没有被那个眼看到 应该是被 这里的话 唐狼和杰很有可能是准备墙上了 看上去这个走位应该是没有感觉的 他就一个以逃回塔下的还是要死吗 我看一下 噢 这个闪现位置倒是传得很不错 好的 这个闪现交得很好 不过好像还是要被追死了 但是当草双还是有三星的视野 想回头反打 打仗回头反打 这波打得不错 看盲森这脚Q 啊 被杰给挡住了 但是这里逃的还是很危险 一级能逃走 哎 哎 盲森这脚救了他 这 盲森还想追尾 风女套上虚弱 最后A死了 对 盲森这一脚太高顾自己的伤害了 一个大招没有打死他 六比零 六比零 刚刚原本以为Dandy已经要挂了 哎 看这个大招 能不能挂死他 啊 唐浪不在这里 DP 躲得很远 这一波的话其实已经感觉到就是 DP其实已经做得挺不错了 在想杀 但是首先盲森第一脚Q是被杰给挡住 是 这边余人刚才那波回头反打其实蛮漂亮 他想的是配合盲森 先看这里 这里的话牛头其实对瑞兹很有威胁 这瑞兹感觉要死啊 看一下 还差两下 还差两下的伤害 一个W普攻的话可能伤害正好够 追追追 啊 正好够 好 瑞兹被牛头单杀了 刚刚就是中路那一波的惨 那一波的战争引发是从小鱼的一个漂亮的闪现逃亡之后 然后回 因为没地方跑了 回头反打 配合后面的盲森 他这里回头这个反打处理的是很不错的 但是这边无奈 他站的那个位置 截至好一个W过墙 然后挡住了盲森一脚Q之后 螳螂这里生存能力很强 一个一跳走 就在他跳的墙边已经无度可逃的时候 盲森居然一脚大招救了他一命 再来回放 看一遍 这个愚人第一下是闪现交得不错 但是他路过的途径又是有眼 对方还是准备继续追 对 这里被看得清清楚楚 无度可逃了 对 这里截过来 正好挡住了盲森的一脚Q 是用闪现过来挡住一脚Q 里面螳螂先是一技能跳走 盲森一脚大招救了他一命 这时候螳螂是一进化到翅膀了再一个一飞走 盲森最后一脚Q也是没有踢中 非常的可惜 这个盲森是被两个人最有的 因为中间不是真的他还帮他上过一只盾 对对 风女还上了一个盾 对 盲森很郁闷 这脚其实如果不踢的话可能 当然他可能觉得没有那个盾就被田田踢死了 但这脚如果不踢等下一个Q会就会好一点 牛头这里的话现在打瑞兹已经不怂 我看一个WQ瑞兹掉了多少血 三项牛头 他已经出到自己的关键装备了 瑞兹现在已经完蛋了 这线上就已经没法玩了 被牛头出了三项之后 线上这个情况怎么打都是死 DP这边又来拿小龙 不过这次的龙应该是没有这么容易拿的 杰他们通通都过来了 龙控的倒是不错 不过这条龙真的能打吗 感觉已经要死人了 飞机现在爆发还是比较高的 已经要死了 回头给一个大招 给到了杰 杰之前还没有死 杰这里还有位移 再飞回去这边飞机追上去暴躁的狂A 小云现在没有什么伤害 Q了一下飞机几乎没掉血 没一走 哎呀 这个危机 你看硬普多暴躁 追这么深在这边打 上来再是闪现一个Q 一个追风 这下全团灭了 但是硬普好像要死硬普好像要死 硬普死没死 一丝残血还没有死吗 没有死被他打了两下没死 风驴一声带过来 刚才甘迪也是闪现过去给那个W 群体减速留住了所有人 所以这一波就是一下死了六个人 因为我们刚刚看了都是6杠0 下面12杠0 有人复活又死过一次了是不是 复活又死的是谁来自 好像是刚才最后被杀的瑞兹吧 哦 两次会战 是瑞兹还是EZ我忘了 好像EZ 所以这个小龙就顺利成章是三斤外拿下来 就一次会再引发的六条血案 这五个队员还引发六条血案 我的天 好再看一下这波团 他们最开始死的是这个布隆 就被点死了 作为一个辅助被卖了也是没办法 会都给了一个大招 好是布隆被点死 然后再看接下来 追着瑞兹一阵狂点 这边云人明显没什么伤害啊 没跳过去 然后是尴尬的被打死 是的 然后后面唐当这边是很漂亮的 唐当这波这个闪线W非常的漂亮 一个闪线留住了 因为冲塔上来就是一阵强打 没有就死了五个没有死六个 还有一个死是前面一个死的人 好这边追上来 现在好像又回到了昨天那个局面 就是看到人看到人 跟昨天的局面还是不一样的 昨天的局面是他们是不敢打的 什么都不敢打 他们今天是什么都打 但是被打死了 今天是完全打不过 不过今天DP好在是拿了一条球 就至少比昨天进步一点 对啊 确实实力差距太大了 你也不能指望他们做得更多 特别是中下两路的补刀 线上就已经差距非常大了 这种硬生生的实力差距摆在那里 你再怎么打都是一样的 就如果DP要提高 还是要从对线实力上来讲 是 就是他们下路其实一开始 他们是一直比较积极要骚扰三星 外的这边 但是在积极骚扰的同时 他们自己的补刀数掉了很多 但是问题是他们这个组合 积极骚扰对面是没有道理的呀 EZ是一个没有 前期没有什么输出的一手 现在压力特别的弱 他对线不强 只能说靠Q补刀不会被对方压太多 但是我开始以为他们选EZ是这样的想法 结果他们下路打的还反而很激进 对对对 现在的话DP被完全压在家里 现在唯一的拳内就是是否能够拿到一个人头 那主要就是看三星外的这边会不会有人出师 抗塔的时候一不小心没抗好死 对对对 就是目前看起来是硬朴或抹塔比较机会数 对 就是刚才我本来以为硬朴那一下已经要死了 最后已经被他打到残血 然后风女在吹风 但是按道理讲风女这个吹风血是加不上去的 但他好像用了口治疗术把自己血拿上去 对当时节目屏幕被切开了 好现在看谁在抗塔 谁在抗塔 看一下 应该是牛头吧 那这波塔的话也是没有杀掉任何人 完全没有防守能力了 又是成功的塔下杀掉一个 然后推掉中 推掉中 水晶兵 那依然基本上属于一个光头 哇这三星外他 水晶兵也不好 所以看到有人来先跳上去再做 跳上去再杀 基本上也是剃光头 就是一条龙 但龙也不是三星外的 龙是刚刚好DP面的龙的时间 其实那个时间里面要说他掌握得非常好的 因为三星外的两个人在上路是杀那个瑞兹 然后又有两个人回程了 他们刚好DP在这个时候就去打了那条小龙 来看一下应该是这波血线其实有点低 而这边的话Dandy传血 看Dandy还敢跳连血再跳回来 但是已经有点微笑风雨及时的一个大招 哇但是被击死了 Dandy Dandy终于送出了 这个人终于死了 这个人终于死了 太漂亮了 Dandy今天晚上请宵夜的 必须请宵夜 对不对 必须请宵夜好不好 最后那下还敢往里跳 这个就 她是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了 因为风女在出了那个杀人数之后 跟着队友混层数 这个是之前路人的一个打法 后来弄到比赛里面也非常有成效 是的 她这样的话回血其实是很快的 她是有这个自信 能够再跳出来 风女给一个大招把谁拿起来 但是最后 不过被一直一个EQ 对 一个EQ 就是杀人数现在就是风女表配 因为风女现在太不容易死了 所以只要混到猪公上 就起来的话 不管是那个加血还是盾 都是非常的可观的 现在人头16比1 昨天是15比0 差距还是15个 那个 刚刚那个EZ回家可以跟孙子讲说 爷爷我当年杀了世界三大打野之一 是不是 还是还是可以先要一下的 嗯 咱们现在就是 看到人就是打 反正塔先不管我看到人就先打了 这个是不是越要越打墙上啊 牛头已经冲进去了 牛头已经冲进去了 打一打招上来扛 这牛头但是雪打了一套之后还没有死 哇这边正面也是 各种墙上 现在扛到不行的时候 队友给我去帮他扛 杰三杀 杰三杀 这里要不要再让给杰呢 好像追不上了呀 长狼杀掉了一个这边飞机 没有换到 嗯 硬部 硬部也是去陪单地 啊 是真爱 是真爱 好了这场比赛结束啊 人头数是 我看我忘了看了 反正